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似乎是吃了诚实豆沙包 对蓝绿的批评都相当的直白 他在网络节目上就批评民进党的冲选 不进步也不民主 那么对于负责操盘选举的林习要说不打柯文哲 他似乎不相信这句话 还加码宣说果然是新潮流的 对于高雄市长韩国瑜要选总统 他也说出了内心话 直呼不敢想象 带妻子陈佩奇跟市府团队来台东马街医院交流 原本结束后要逛台东夜市临时取消 为了是下周的议会大巨蛋专案报告 要紧急开会 下礼拜的专案报告 没有就是那几个数字要confuse 但当初翻出来录音党的议员 简淑培就是新潮流 让柯文哲对新潮流还是很反感 包括这件事 要跟你保持友好不要骂你 因为他们还是需要你的支持者去听蔡英文 民进党的谁讲的 民进党 国文是新潮流的 所以你不相信这句话 柯文哲似乎不相信绿营伸出的橄榄枝 甚至直接批评民进党总统初选 我觉得这次民进党的初选 既不民主也不进步 因为以蔡英文的角度来看 他觉得赖清德是偷袭 但是以赖清德的角度来讲 他觉得说你就是掌握中常会 有人认为他的初选是进步又民主的 只是差我有讲你没有讲而已 那我可能说庆夫人办到人都不见了跑掉了 你当总统你就会办就对不对 我令大屠杀我跟你讲 重点不是主帅 重点是主帅的旁边的人 不过是这样主帅还是要负责 已经谈好差不多蔡柯配 常常是这样 那你要讲蔡必须常常被教育跟左翁太聊天 直接找我蔡柯配没有 幕僚互相联络还是有 连国民党的韩国瑜要选总统 他也说不敢想象 不敢想象韩国瑜当总统 你敢想象吗 似乎吃了诚实豆沙包 柯文哲不吐不快 把蓝绿都打一轮 凸显他白色力量有所不同 记者吴于轩林佳容 台东采访不到